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今天凌晨的时候台指期的夜盘是上涨了132点 收盘指数是12787涨幅1.04% 因为在美国股市的期间台股当中重量级的这些ADR 包括了台积电跟日月光都是上涨的 不过联电是下跌的 所以势必对于今天的台北股市的开盘以及盘中会产生影响 不过今天我们要特别来谈的是美国股市 而且最近可能最热的就是黄金到底怎么了 然后美国十年期供在殖利率又是如何要来看待 那么今天等一下都要请教一下黄奕婷 在我们现场的是康盒头顾产品研究部副总经理黄奕婷 哈喽 奕婷早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早安 好 也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 好 所以一婷我们先来看一下美股好了 美国股市纳斯达克其实在前三个交易日 上个礼拜四礼拜五一直到礼拜一的交易 其实都是下跌的 而且其中跌幅还蛮重的 大家很担心说科技类股要拉回了吗 尤其是五大科技类股这个领头羊 不过在今天凌晨的时候 领头羊又回复到了那个领头主流的角色 那么都是大涨的五大尖压股 所以这件事情让你对于美国股市 是不是会比较安心的你的看法 基本上其实昨天科技类股的大涨 主要来自于特斯拉涨13个% 其实带动了投资人的情绪 那老实讲特斯拉在大涨的一个背景因素 其实是蛮不能说荒谬的 就是说它跟借本并没有关系 而是说它宣布要做一个股票分割 让更多的投资人更容易去入手特斯拉股票 对啊 因为它现在1300多块 那你分拆成为1分5的话 它现在美股的这个价格 就可以一下子降到200多块不到300块 那这有助于让特斯拉的股价更活络 但其实这件事跟其他的科技股并没有关系 但市场的热情也好 或者说信心也好 却是在鼓动了科技股继续的向上 甚至像是废半 其实费半在昨天之前几个交易日是相当的弱势 那昨天又是大涨了 大概3%左右 其实老实讲这短线上而言 以最近几个交易日来看的话 其实是一个信心摆荡非常快速的一个状态 那很快的大盘来说或大方向来说的话 目前还没有一个松动的现象 但其实肋骨之间轮动 有再进一步加速的现象 其实像昨天有一个蛮明显的 就是科技股上涨之外 但其他的例如像是游轮类股 航空类股却是反向下跌 所以这种很快速的类股轮动正在发生 那以目前指数在这么高的点位来说的话 老实讲这样太快速的一个类股轮动 并不是一个很正常或是一个很有利于大盘上涨的一个架构 老实讲 这需要去观察说 这是不是相对到了一个短线的顶端 然后大家投资人做一个很快速的换手 目前是有这个迹象出现 另外一个其实值得 你觉得他的换手在这一段期间会不会成功 因为这影响到后面还能不能上工 基本上来看的话 目前由于整个市场信息还是非常的热露 很多负面的因素 老实讲都没有反映在当前的股价当中 而是去提早去预期 或是提早去乐观看待一些 例如包含像疫苗 包含像是美国的财政支出 但疫苗目前看起来的话 是有在进度当中没有错 但你说他要很快上市 事实上还需要一些时间 那上市之后能够多大的供给量 也是一个蛮值得大家讨论的 像最近宣布说美国采购的 大概就是一亿季左右 就是那个前两天那个莫东娜 大概就一亿季 老实讲跟美国的大概接近三亿人口来看的话 还是有蛮大的一个落差 而且每一个人需要不止一季 对 那除此之外的话 就是例如像是第二轮的一个财政刺激方案 老实讲美国国会已经修会了 所以短期之内也不会有结果 但投资人还是很乐观的预期 那甚至有一些就是很乐观看待说 上周8月8号的时候 川普签了一个行政命令 但是行政命令的400块 其实是有点tricky 就是说他其中中央政府 联邦政府出300块 100块是州政府要出 但州政府很多已经出言反对了 这会造成州政府的财政压力更大 其实州政府财政压力已经很大了 所以基本上能不能落实或落实的效果如何 老实讲目前看起来市场的疑虑是蛮高的 而且跟原来的两大党推出的一兆也好 三兆也好 比较起来其实规模落差相当的大 大概就只有一千亿到三千亿 目前的预估规模 所以整个财政刺激的效果 老实讲是并不明显 也就是说目前来说当前股价很明显 明显的背离了基本面的一些事件或因素 而是去乐观去price in 就是去提前反应之后经济股底 触底之后走高的一个态势 那 疫情我总结你刚刚的整理 就是利口没有反应 但是利多过度反应 是是是 那也就是说一旦投资人的一个想法 或是一个心态出现转折的时候 就很容易出现获利了结的现象 所以短线上如果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拉回 老实说我不会太意外 反而说越成越高的话 那这个泡沫就越吹大 其实这两天其实索罗斯也有提到 就是说他认为联伦会推出这个泡沫 他是不会参与 那更早之前他的一个访谈期也有提到 就是说以他这样的一个操作方法 能够赚这么多钱 其实代表是市场是不理性 又是没有效率的 其实这当然投资大是不见得永远对 但是也反映了说 他观察市场这么久 也观察到了当前市场一些异常现象 但只是这个异常现象 或是也好 或是过度乐观的情境也好 其实这个乐观的心理并没有消退 所以也不需要去做 例如说现在就要反手放空的一个动作 而是说你在这么高的一个状态之下 再加上说这么快速的一个换手的过程当中 能不能换手成功 其实还是一个问号 那之后 如果有一些负面消息出现 投资人开始意识到的话 拉回其实也会是蛮快速的 那现在不会建议投资人去做大笔的加码 但是你不需要很快的去做一个 放空那个动作 所以手上有的不必急着减 但是要抱持着警戒心 但是手上如果比例低的 持股少的 其实也不用在这个时候加了 因为其实随时反转的可能性 仍旧是存在在那个地方相当的高 那老实讲就回到 但你赞成放空吗 我不赞成 因为现在很明显的就是一个流动性泛滥 流动性吹动的市场 那你很难去预期说它什么时候会到高点 什么时候会反转向下 那你轻易的放空的话 其实被嘎到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的高 而且放空也是需要成本 对 好 这个是在大盘的一个预测 可是在美股当中 究竟哪一些类股 其实现在还是OK的 因为这段期间 其实它的轮动速度太快了 比如说可能科技类股休息的时候 波音可以大涨 这些受伤最重的波音 雪佛龙 这些公司都可以大涨 而且涨得非常疯狂 而且疯狂 对 在这一波 这两 昨天回党之前 其实从7月底到 到这一段 已经像波音涨了13个% 短短的不到十个交易日 五六个交易日而已 所以其实在科技股休息之后 这些如何补涨的 类股 它出现一个相当疯狂的一个上涨 但如果你把时间拉长来看的话 其实像波音也好 或是像雪佛龙 它的波段的涨幅 其实还是小于五大尖牙股 那当然 其实代表是它不是一个主流 而是一个当主流休息的时候 一个投资人替代的一个工具也好 或者说投资人去转移它的一个 投资注意力的一个标的 所以它不会是个主流 那这种投资标的的话 除非你是做那种非常短 然后顶夜盘的那种投资人 那一般投资人来说的话 去参与这样一个相对高风险的投资 其实并不是这么的有利 好 不考虑 这一些落后 但其实它实际上就是因为它受伤很重 它的业绩很糟的这些公司 那么尖牙股这些公司呢 尖牙股加Tesla 这一定要来谈这样子 因为Tesla是这一波呢 美股上涨当中最被热烈讨论的一家公司 它一拆分为五这件事情 股价大涨13% 只有一个道理 我觉得就是因为现在美股当中 散户的比例非常的高 可能是最近这几十年来最高的时刻 那因为散户的比例高 所以它一分拆完了之后 股价就会大涨了 那这些都能追吗 就散户的心态来说的话 其实从疫情发生之后 散户的比例是很快速的增加 那在疫情发生之前 其实散户比例大概就是33到35 那现在大概是37 那因为美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所以即使只是几个百分比的一个上升 但事实上它参与的人数或是金额 都是相当的显著 所以基本上短线上可以看得出来 的确是这种散户投资人 或是所谓的罗宾和投资人 占了很重要的一个比例 但他们的交易行为 老实说是非常的快速 也就是说 你会看到很快的一个类股轮动也好 或是说科技股休息 这些落后补障股就很快的追上来 所以短线上的情绪 就是受到这种散户投资人也好 或者罗宾安投资人也好的一个影响 去造成的美日的波动 但整个大家给我来说的话 由于这些五大尖牙股 甚至包含特斯达 其他都还有一些成长的题材存在 而且在成长题材也许不是 今年就会发酵 还有一两年的时间可以去期待 甚至更长的时间可以去期待 所以基本上 假设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回档的话 是还是可以继续的去增持 或者增加这些科技股的一个投资比重 第二个来说的话 就是如果我们真的看到了 经济开始落底 的确有很明确的 要复苏的脚步来说的话 有一些跟情绪循环敏感度 比较高的类股 或者是所谓的价值股 其实从过去的几个循环经验来说的话 在循环的初期 也就是说落底之后要翻扬这个阶段 或是刚翻扬一段时间这个阶段 例如说景细开始由 负开始转成正成长的这一两季 其实这些低机器股票 或者是价值股票 或者是高度景细循环的类股 在当时的表现会比大盘 或是成长股来得更好 所以科技股你建议 如果真的有比较明显的拉回 其实像前一波的拉回 其实是OK的 那再次你刚刚提到的景气循环类股 这一些有价值 但是相对来说没有长得这么样子疯狂的 主要是哪一些类别 基本上来说的话 其实就目前来看 例如像是金融股 其实它的就variation的角度来说 是非常非常的好 但我不会建议现在就去进场买金融股 主要是说它还有一些潜在的压力存在 但假设我们看到例如说到今年底 或者明年初景去有开始要复苏的征兆 或是很明确复苏的一个迹象出现的话 到那个时间点也许金融股就会是一个很好的投资标的 因为它的价值非常的被低估 所以其实以金融作为景气循环的代表的话 你也并不是建议现在 而是建议说等到它利空爆出来的时候 或者是确定反转的时候 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节目现场再来谈其他 欢迎大家回到酒吧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 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 在我们现场的是康和头顾产品研究部副总经理 黄亦庭 那么亦庭我们其实在进入其他的项目投资的时候 我们就要特别 因为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最近很多的分析师 他们都会提到罗宾汉投资人 这个罗宾汉投资人不是指说 罗宾汉是截屏即富的 不是这个意思 罗宾汉投资人其实跟一个网站的设计 有很大的关系 他最近其实成为美国股市上面 最重要的一个讨论议题 罗宾汉投资人 其实罗宾汉投资人是一个网站叫罗宾汉 然后他也是一个网络券商 那在上面交易的话是不用佣金 也就是不用付那个交易的一些额外的成本 所以就受到很多的年轻人欢迎 那除此之外的话 就是说他们也是一个开放平台 就是大家可以去交换一些交易的心得 那就其实就蛮像一些 可能有些人会去追一些社群 或是社群里面的意见领导人 他们的一个交易方法 或是交易的标的 现在台湾有这些很多社群网站 那在美国目前来说的话 就很快速的未为风潮 再加上说其实疫情爆发之后 很多人被lock down在家里 不能说没事做 他们有比较多的时间去关心股票 而且有拿到1200块美金的支票 那所以就让他们很勇于的去尝试 那尝试之后的效果也很好 所以这种楼平台投资人在疫情爆发之后的人数增加非常快 然后也对金融市场 特别是短期的一个交易 有很强大的一个影响力 毕竟他们通常都是用比较高的一个风险倍数去操作 或者是比较去挑衅一些比较被低估 或是很明显的腰股 所以基本上老实讲这种现象 其实就如同在1920年的时候 大家说的插解统理论 其实渐渐有这种味道出现 那就是说这些投资人平均来说 他交易时间不到一年 平均的一个手上的资产 其实非常非常低 大概就是三五千块美金平均而言 所以代表是他们是散户中的非常散户的散户 年轻散户 或之前散户 可是到目前为止 今年以来他们打败了所有的机构投资人 打败了巴菲特 打败了索罗斯 可是就是到目前为止 所以他现在是无往不利 而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现象 他喊进什么就涨什么 那但是长期之后会不会产生影响 大家要小心注意 对不对 好那接下来 我们其实就要来看说 最近很多的动荡也跟Robin Ho有关 黄金最近的动荡真的非常的大 怎么看 其实黄金的一个下跌 在大概几个交易之前就有所征兆 因为上周五的话 我们看到的是黄金ETF出现一个很明显的资金的撤退 那从那天之后 金价就开始大幅的松动 那短期来看的话 其实像两个交易之前 就是礼拜二 是一个非常疯狂的一个状态 那国际金价 黄金期货跌了超过5% 那跌了100多块美金 基本上 其实这个高点来说 也跌了大概8%左右 短期上来看的话 其实老实讲 它就是一个很借机获利了结的一个动作 因为像礼拜二 大家去探讨金价下跌的背后原因 很多人就会说 俄罗斯宣布疫苗注册 第二个来说的话 找理由 对 美元上涨 或者说殖利率反弹 那其实美国时间关系殖利率反弹 在当天也只不过谈了几个基本点 也并不是这么显著的一个冲击 基本上就是找个理由 做个获利了结下这个动作 那短期短线而言的话 其实贵金属也是非常非常疯狂的一个操作标的 老实讲 现阶段我会非常关心贵金属 包含黄金白银之内的一个走势 那像7月21号黄金突破了每样1800块 之后到2089块 盘总满了2089块 这段时间只花了十几个交易 涨了一层多 涨了13个% 对啊 非常的惊人 这么短的时间涨一层多 我也觉得太疯狂了 我是看好它 我这一点我也都承认 但是我也觉得它太疯狂了一点 所以现在的拉回整理 会不会使得它的多头结构受到迫害 你的判断 基本上来说的话 如果目前其实就大概跌到1900附近 昨天盘总跌到1900以下 那目前来看的话 大结构其实并没有改变 它还是看多 或者支持黄金向上的一些理由 并没有改变 但假设短线上跌得快太深的话 是不是意味着一些投机风向球的转折 会造成全球金融市场出现一波的修正也好 或者稍微休息也好 这是值得观察 那毕竟黄金白银在过去这半个月来说的话 是至今热烈追逐的一个疯狂标的 这样的一个疯狂炒作标的 这些资金撤退之后 会选择全面退场 还是选择转进其他的标的 那就值得去留意 但长期来看 其实我的观点跟封信一样 就是我还是认为金价还是有机会 继续的向上停进 但短期冲的太高了 那就整体来看的话 其实支持金价上涨的最重要理由 基本上就是宽松的货币政策 还有就是低的 低的实质利率 那各国央行报的联组会在内 其实并没有要调整货币政策的必要性跟急迫性 甚至是很长一段时间都会维持低利率 也就是说利率是很低的 那实质利率就是利率减掉通膨 那目前我们看到通膨水准是慢慢的增加 那美国的7月份的CPI PPI 其实都是很明显往上 所以通膨是在往上 也就是说实质利率是在收窄 就架构来看的话是对金价有利 但这样的一个状态 其实短线上投资人却把它解读为对金价不利 也就是说他们现在的一个交易行为 其实是跟实质利率收窄这个状态是有所背离的 也就是短线是有短期获利了结 或是一个过度被抛售的一个状态 那如果这个不标是一个结构性的反转 基本上我是对大盘并没有太大的一个concent 但假设它出现一个很意外的连续下跌 或是很快速连续下跌的话 会不会造成风险资产的一个拉回 或是代表是投机心理的转变 那就值得观察 那也会是未来几个交易日 就我而言是很重要的观察重点 所以你会观察它在技术上面 可能它有一些点位不能够跌破 然后只要那个守得住的话 你就不改变你的看法 但是现在观察的是那个技术性的点位 就点位来看的话 因为金价在7月份整理一段时间突破了1800 所以每样是1800 这个价格大概会是一个很重要的自身点 那目前来说的话 它也是布林通道的下源 然后MA60就是60天的一个交易均价 大概也是在1822块左右 也就是大概是1800到1500这个区间 是不宜被跌破 就短线来看的话 被跌破之后就代表的是 之前进场的人全部讨论 对 所以那个是一个观察它 强弱的一个重要点位 可是我们要来谈的是 美国公在殖利率最近的回升 其实它虽然你讲说回升的速度 并不算特别的快 不过很明显的看到 它的回升主要集中在美国 十年级公在殖利率 因为它其实也是在短短的 很短的时间之内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你看它在很短的就是8月以来 8月4号当时的时候 只有0.5左右而已 可是现在已经回升到了 0.67 0.68了 你不要小看0.5到0.67 0.68 就十年期公在的价格来讲 其实它是下降非常的多的 这一点要如何的来看待 有通膨的疑虑吗 目前来看的话 的确我们看到通膨的数据 是有在增温的现象 那仔细拆解的话 也发现它的 就如果我们撇除了 比较容易受到短期因素的 核心通膨来看 不管是PPI或是CPI 特别是昨天的CPI 核心的消费的物价指数的话 是月增0.7 那月增0.7是1991年以来 最大的一个单月涨幅 那年增大概1.57 那事实上离联伦会的2%的目标 还蛮有段距离的 所以它还不会是一个 很快的拉紧警报 那除此之外的话 其实联伦会也有在讨论 是不是要把通膨指引放宽 也就是说它可以容许 在一段时间之内在两个省之上 那这其实代表是 联伦会的隔派立场是相当相当的强烈 那也就是说 未来来看的话 其实通膨牵动利率政策的影响力会下降 但在此之前的话 它对于利率政策的影响程度 还是会出现 或是说市场预期心态还是会出现 也就是说近期我们看到 当PPI公布的数据乐观之后 或是优于预期之后 那再加上说昨天的CPI也优于预期之后 比预期来高之后 其实反映在公债市场 就是公债市场出现了一波的一个抛售 但这样一个抛售并不代表的是 先前有利于公债市场的一些因素 出现转折 除非就是经济环境大幅的改善 但这个预期老实说也跟经济现况很明显的背离 因为联整会重要政策目标 有两个 一个是控制通膨 另外一个是稳住就业 那目前来说的话就业市场 虽然说上个月6月份的数据 是比预期来的理想 但就价格来看的话 还是有很多的问题 是需要时间去修补 甚至是10%的失业 没有办法修补 还是有很多中小企业 有可能 很有可能永久的退出市场 也就是说这些职靴 长期来说的话 需要很长时间来修补 也就是联整会 在长期来看的话 还是会抱持 祥能鸽派的立场 所以你觉得 现在的这一个通膨的这个情况 还没有严重到联整会 会缩手他的宽松货币政策 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可能整个的大的格局 其实绝大多数 都是没有太大的改变的 好我们要非常谢谢 抗和投顾 产品研究部副总经理黄怡婷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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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